红星永远是玩弄人心的游戏 而面前的是红星Q 游戏 垂球 游戏输赢无所谓 只要打完三场比赛就算过关 中途不能弃拳哦 唯一的规则 打完三局比赛即可 这么简单居然是红星Q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红星Q说着规则 垂球要用两个球 让球依次通过六个球门 最后撞终点柱就算赢 看着蛮简单的 这游戏能是玩弄人心吗 有戏跟着参加了 但这时间就不断的流逝 第一场是红星Q赢了 但游戏没觉得有啥呀 反正还有两局啊 不管输赢游戏都过关了呀 看红星Q说着 来吧 第二回合吧 继续打就是玩 这把游戏蒙了呀 但又叶却没蒙 这娘们只是想拖延游戏呀 又叶的腿不停的流血 游戏开始慌张了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 又叶可能会死的呀 自己必须尽快结束游戏了 女友快死了 这游戏就会玩游戏了 第二局结束他赢了 好了 第三局开始吧 可红星Q却累了 他要喝茶 嗯 这不就是拖时间吗 那有叶能不能先直直写啊 游戏你也是个傻子吧 红星Q给他们倒茶 让他们休息一下 游戏却问着 结束了是不是就能够回到现实 红星Q却说 你过关不就知道了吗 说不定啊 这里就是原来的世界哦 游戏激将 说着红星不会不知道吧 红星貌似上套了 说着我知道呀 我跟你说个故事啊 你们想象过未来世界吗 未来世界人类突破了寿命的限制 并且人类已经窥探了所有的宇宙法则 你们现在正透过虚拟现实进行游戏 对了 我是游戏的管理者 说的煞有其事啊 但这都是红星Q编的 接着又说 其实事实是外星人的杰作 城市荒废 他们捕捉人类 抹除记忆 在丢入游戏中进行行为游戏 这是真的哦 但游戏的人们却流传着一种传说 其实是核爆炸 使得地表不能生存 那些有钱人就派出拥有人工记忆的仿生人 到地表参与游戏 然后再赌谁会赢 这又是真的吗 游戏问着 红星可以说着 开玩笑的啦 游戏而已啊 有什么好在意的 哦对了 那个红星7的游戏是我设计的 看你们感情那么好 那就试试你们了 结果就你一个活下来了呀 游戏恨不得一枪崩了红星Qing 但崩了就无法过关 也就无法拿到红星Qing的牌了 游戏说着 你就是想让我杀了你 这样游戏永远不会结束 然后让我们陷入到终极的绝望当中 不愧是游戏 那你准备好 接受现实了吗 红星Qing说着 这一切都是幻觉 你来到这里没怀疑过吗 荒凉的城市 过度先进的科技 荒谬的游戏 这些奇幻的东西 其实是你的大脑想象出来的世界 游戏被说的 游戏犹豫了 红星Qing接着说着 又也不存在于游戏眼中的现实 其实游戏创伤过度了 失去了记忆 红星Qing是游戏的组织医生 回想起来了吗 游戏蒙了 镜头转到了精神病院 游戏面前是红星Qing医生 那个精神病女孩 还真是关心你了 游戏啊 来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游戏回想 当时张太黄毛被车撞死了 都是自己害的呀 红星Qing继续说着 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吗 游戏想着一切的过往 是啊 只有自己活下来 自己这种人不该活下来 精神病游戏却摇晃着游戏 让他醒过来 但明显游戏没有听到任何的反应 游戏只要中途退出 游戏就会结束 游戏瞬间懂了 这还是游戏中 自己的腿开始渗出血液 红星吹出游戏吃药并退出游戏 游戏一把读过了水杯 化伤了自己 自此游戏开始穿越在所有游戏的地方 他的脑海在飞速地旋转 但却无力地瘫倒在地 游戏失血过多 陷入晕厥 红星Qing笑着 游戏你要弃全了 还是我赢了 可游戏的手动了起来 牵起了游戏 他想要再一次牵起他的手 跟他一起吃饭 一次就好 陪你到天荒地了 游戏站了起来 游戏继续玩下去 红星Qing被感动 这具游戏游戏完成掉吧 最后一次是红星Qing赢了 顺利完成了所有游戏 他们集起了所有的扑克牌 最后游戏问着究竟能否回去 红星Qing说着 马上你就会有答案了 人生啊 也就像一场游戏 好好享受吧 Qing死在了面前 游戏语音说着 恭喜玩家们过关 现在给大家选择 留在这里 成为弥留之国的国民 是或者否 大壮暴的女人 说着不要留在这里 水机牵着安姐的手 说着不要 而之前的小蓝和气场男 选择留在此处 白毛和梅丁 也选择不要留在这儿 游戏偶叶也想要回到现实 闭上眼的梦里 黄毛和张泰告知游戏 不要道歉一辈子了 反而要把这个生命燃烧透了呀 毫无保留地挥洒人生啊 镜头回到了当时的涉骨 三个人还站在聊着天 远处是幼夜 栏杆处是梅丁兰 水机插肩而过 白发悠闲地散步 大壮冒将刚从地点出来 一时间红灯变绿 三人躲闪 闯入地铁 安姐烦躁地看了三人一眼 而天暗了下来 女人看着天空 一颗陨石砸下了东京涉骨 所有人都被抢救 灾难带走了不少的好友 弟弟说着 游戏甚至抢救时 心脏停了一分钟 游戏难道 总感觉在某个遥远的国度 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身体算是恢复了些 同一个病院 白发对着梅丁兰说着 看来你也心脏停了一分钟啊 射死关头 看来是经历了一些改变 安姐的眼睛流下了眼泪 她被救活 而水机也看到了 久违的父亲母亲 电视广播着东京陨石爆炸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游戏却买了便利水 却遇到了幼夜 但他们似乎并不认识 幼夜的脚伤子 游戏发现 幼夜没有取出零钱 给到幼夜 却一次接触 游戏说着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记得吗 这个男生是想搭讪是吧 游戏接着说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 夕阳夕下 隔着唱歌呢 没想到幼夜答应了 这直男的搭讪 院子里散散步吧 两人走着走着 天越来越亮 空气如此的清新 而桌子上的牌 被风吹散 一张王牌 正当中 Ending 我说我 这是《迷流之谷的爱丽丝 第二季大结局 说实话 这个红星Queen 这里前面的翻转 倒是蛮好的 但是话太多太密了 这游戏优业 突然穿越这么些地方 有些强行了 非要说咋的 就是被催眠了 给他们喝的茶里面有东西 但是之前 不就是扛过这种诱惑吗 怎么红星给的 喝的就直接喝了 但是这集传递出来的观点是好的 其实人生 何尝不是一种游戏呢 如何经营好人生 如何成为人生游戏的胜利者 恐怕这个难度 真就是鬼牌级别了 好了 你又是如何看这个结局的呢 我的观众老爷们 那我们下个故事里 再见了 那拜拜溜